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 西藏牦牛博物馆作为中国唯一一座 以牦牛和牦牛文化为专题的博物馆 也走过了十周年发展历程 当日 西藏牦牛博物馆创始人荣誉馆长吴宇初 向记者讲述了创建这一博物馆的由来 其实我来到这里啊 当时我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分钱 没有一辆车 我车是开着自己的车来的 没有一件藏品 也没有一寸建筑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是一片乱石荒滩 吴宇初告诉记者 在北京和拉萨两地的支持下 开始了三年的筹备工作 他与团队行走三万公里 到牦牛产区 进行田野调查和藏品收集 期间收获了来自热心牧民的感动 我们有一个深抓现的牧民 他听说有一个汉族人 要到西藏来 给牦牛盖一座破章 特别感动 所以他们全家人开始仿线 编制到最后 编制成一顶牦牛帐篷 坐了三天的车送来 西藏牦牛博物馆于2011年8月31日奠基 2014年建成开馆式运行 该馆共四个展厅 藏品诠释着高原大地历史文化 畜牧文化 器物文化 生态文化 以及音乐 舞蹈等艺术文化 其中 感恩展厅内 墙上悬挂了152头 牦牛头骨 盛为壮观 这些牦牛头啊 一大部分都是 牦牛的主人送来的 我们要记录下来 你这个牦牛 你家在哪里 海拔多少 你叫什么名字 这个牦牛叫什么名字 它活了多少岁 甚至牧牛 你攒了多少 多少酥油 多少奶 多少酥油 这些牦牛头 背后都有它的故事 当记者问及为何选择牦牛 作为表达西藏文化的符号时 吴宇初给出了他的答案 这个牦牛确实 以它自己身上的一切 包括它的肉 它的血 它的奶 它的皮 它的毛 甚至它的粪 成就了高原人民的 衣食 柱 形 蕴 烧 羹 而且 它极大的 这个丰富 高原人民的精神生活 所以我认为 牦牛这个符号 作为西藏的符号 当之无愧 近年来 牦牛文化先后走进北京 广州 南京 杭州等交流展览 以牦牛为在体的独特视角 展示与之相依的藏族历史文化 据介绍 西藏牦牛博物馆开馆至今 坚持免费开放 全年开放时间达325天 接着目前参观人数达130余万人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